突然传出巨像 紧接着就发生山崩 特搜队员赶紧转身逃跑 翻过一颗又一颗的巨石 跳进瀑布里就地找掩护 你们家们会到五间屋 会到五间屋 然后跟外面联系 大量土石从山壁上快速向下崩落 卷起烟尘 转眼间就淹没整片山林 担心其他队友的安全 队员们赶紧使用无线电 通知附近救援小组赶紧撤离 人员接偏 幸好当时特搜队分别在1.8K处的大水管 和2.4K处的瀑布执行任务 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否则如果他们刚好在2.2K处搜索 就会直接遇上摊坊后果 不堪设想 瀑布的人员他们是走水路 因为原本的大崩壁的路 是没有办法再通过 他们走水路到达五间屋 跟另外两位会合 由于发生走山 沙卡当步道的搜救行动 只能再次暂停 而另一边的中和矿场 则是传出好消息 13号上午11点半 特搜队发现 疑似是消息员工 所驾驶的货车 继续向下挖掘 终于发现 胜没在死堆中的遗体 死者妹妹和两名同事 下午也在警方的陪同下 来到殡仪馆进行饗宴 为期11天的搜救任务 终于告一段落 天王新岛的救援人员 透过云梯车 冒险爬上 拆除到一半的楼房 在网离堆中 小心翼翼的捉住橘子的猫衣 将它紧紧抱在怀里 所谓不信理念的康老师 爱猫终于成功获救